下个礼拜开始新冠疫苗叫可以扩大施打了包含75岁以上的老人家 可是我们要先请教至于过敏族开始担心了 他们说自己的体质容易过敏 那打完疫苗如果出现过敏的状况该怎么办呢 好现在陆续开放疫苗的接种 但是哪些人是过敏族群恐怕也要先特别注意到了 我们就来看到国外的研究 其实国外针对辉瑞疫苗其实研究21个过敏的个案 他们发现说其实这些人本身就有过敏史 包括针对药物啦还有食物还有疫苗当中 其实过去可能就有一些过敏的症状 但是呢请要特别注意到相关在接种前 还是要告诉医生你的过敏史 而且在接种过后也要适时的休息观察30分钟 才可以离开医院 不过大家也可以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说到过敏的话 这种方法还可以用这个药物来压制他 所以如何这个接种疫苗 而且快速的达到群体免疫 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接种疫苗会过敏呢 当中非常关键的就是里头的复兴剂 复兴剂是用来干嘛的 其实就是来防腐作用的 我们来看到不同的厂牌 也用了不同的复兴剂 以AZ来说的话 他用的是聚山梨纯枝 这个过敏的情况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再来包括BNT还有莫德纳疫苗 用的这个复兴剂 相对来说过敏的风险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而领口长庚过敏中心主任 周文宏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今天接种第一剂 是有过敏的状况的话 第二剂疫苗或许就可以换个长牌 至于其实外界也很关心 到底新冠疫苗要打几次 需要常常打吗 但是美国娇生公司的CEO就说 他说以后每年除了要接种流感疫苗之外 可能也要打新冠疫苗 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 其实现在全球的主要的药厂品牌的疫苗 大部分都需要打两剂 但未来可能大家要多挨几针了 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个娇生药厂的行政总裁 他的对外发表 他说其实未来可能不只要打流感疫苗 可能还要定期的接种额外的新冠疫苗 直到全球都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 而且他也认为说领袖科学家 都能限制变种病毒扩散 但是随着整个新冠疫情流感化的影响 他说可能每年都必须来注射 所谓的疫苗补充剂 但其实没有达到群体免疫之前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很多人都还是窝在家里的 我们就来看到英国的一个调查报告 他是针对网络的调查 他说2020年的时候 民众上网的时间是快速的飙升 平均每天上网是三个小时又47分钟 比德国法国是多出了一个小时 我们说的是英国的数据 而且我们来看到 似乎很多人都把时间花在成人网站上 9月份的流量达到了2600万 连他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流量 也都赶不上成人网站 另外在网购的交易额也是1130亿英镑 也是有快速飙升的情况 所以可以发现说大家 我在家里都把时间花在上网还有网购上面了 不过现在也引发了相关的隐忧 就是拉高了所谓的网络贫富差距 在英国未来打算推出了网络的上网安全法 除了我们台湾常常发生确诊者死在家里的状况 其实日本媒体报道说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当地至少有50个确诊者是死在家里 或者是医院外面的 继续交给志宇 新冠的疫情其实也曝露出社会上很多不公平 或是医疗资源不公的案件 我们就来看到了 是在日本的新冠悲歌 尤其我们要来看到 是在去年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 在日本出现了很多的悲剧 超过500名的新冠患者 他们在病情恶化之后 是没有办法到医院治疗 而且只能在家中 甚至在医院以外的地方被发现 而且是有过失的情况 而在今年状况有比较好吗 我们就来看到今年5月份的数字了 目前查出有97起在家中 还有非医院死亡的个案 比4月份的时候还增加一个案例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统计数字来看是有史以来的第二高 算是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和缓的迹象 甚至包括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73个人 占总数的75% 当中所曝露出来的背后状况 其实就是他们在死后确诊 而且没有办法及时获得治疗 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头出现的一个悲剧